1.4 全球 1.4 全球 1.5 全球 1.4 全球 1.5 全球 1.5 全球 2.5 全球 1.5 全球 各位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首先歡迎今天的 觀眾全球評堂 以及兩位專家 大家 大家都會有這樣子的經驗喔 突然的望東望西 有的是突然的 但有些是持續性的望東望西 到底這個 我們所謂的健忘症是怎麼產生的 有沒有辦法可以預防呢 那很多人都說 健忘症是老年人的通病嗎 不是喔 很多年輕人都望東望西的喔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幫助我們自己 不要這樣子望東望西 我們一開始就有一個檢測表 這個檢測表呢 上面就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要請我們的觀眾還有球隊團 我們來這個勾選看看 自己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那這個勾選呢 有兩個檢測標準的 一個是一直以來經常有 類似這樣情況的 那麼另外一種就是 近三個月以來 有這樣子的狀況都算喔 都要打勾 那我們就請觀眾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檢測表 我們來看看 健忘症自我檢測表 來 20題 好... 第一題 經常忘記電話號碼或人的姓名 感覺滿嚴重的 就一直喊 A... A不出來那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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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或是今天看過 明天突然就忘記了 對 第二點就是 有的時候已經發生的事情 短時間之內卻沒有辦法回憶起細節 如果有的話就請打勾 好 第三 前幾天聽到的話都忘了 這有可能 第四 很久以前曾經能夠熟練進行的工作 現在重新學習起來會有困難度 會耶 有點嚴重 第五 反覆進行的日常生活發生變化的時候 一時之間會難以適應 對啊 第六 配偶的生日 結婚紀念日的很重要事情總是忘記 這不是很多老公都是這樣子嗎 我們以前都忘記 故意的 好 來 第七 對同一個人 經常重複相同的話 這是媽媽經常做的事 第八 不管什麼事情做過就忘了 第九 忘記約會 第十 說話的時候 突然忘了說的是什麼 第十一 忘記吃藥的時間 我就是常常忘記 買許多東西時 總是漏掉一兩件沒有 好 十三 忘記關瓦斯而把飯菜燒焦 好 第十四 反覆提相同的問題 十五 記不清楚某件事情是否做過 例如鎖門或關店員 不會 十六 忘記應該帶走或帶來的東西 雨傘 好 十七 說話時突然不知如何表達 會 十八 忘記把東西放在哪裡 十九 曾經去過的地方 卻再也找不到路 事實上我開車開了十多年 我還是個路痴 這個地方來了我對還是不會 二十 物品在經常被放置的地方找不到 卻再想不到的地方被找到了 都是這些 對 我覺得這個健忘錶好像 還滿頻繁會發生的耶 應該每個人都會分數不低喔 是 好 我們請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決鬥兵團 現在開始來計算一下 自己在這個健忘症自我檢測表 總共喔 達了幾個勾 來 請作答 好 我們來請亮答案 哇 我看我們的這個資深美女帥哥 7分 5分跟17分 差比較好大喔 對啊 好 來 中生代 10分 2分 15分 OK 好 差滿大的 年輕人 7分 3分 20分 哇塞 你好壞 顧炫你是全部的喔 天啊 我們今天的衛冕者不再是珍珍啦 沒有 顧炫完全失智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啦 我比較笨 是真的 笨跟忘好像不一樣 上面的事情我是真的都有發生 我舉個例好了 重複問相同的問題 就可能我會今天 今天雨很大喔 就問珍珍說 今天雨很大耶 那妳等一下怎麼回家 開車來了 我等一下開車回家 然後可能錄完一場出去又說 珍珍 雨很大耶 妳今天怎麼來的啊 對啊 為什麼說這樣 我們都講過了 然後再來 忘記人民超常發生 像我印象有一次 之前去陳敏書店 遇到一個好朋友 然後她就突然看到我 她就 酷炫 我還這樣 然後我拿說妳是誰 妳是誰 我還這樣 因為我就是覺得自己 常常這樣很受不了 然後最後聊完她就說 她很久不見我留妳的手機好不好 我說好啊 可是我忘記她名字 然後很常忘記名字要怎麼存電話 我就說 那妳覺得我要怎麼樣稱呼妳比較好 妳有沒有最新的外號 然後她講完我才想加 OK 就是很常失靈 就像我昨天騎車回家 我手機會放在耳朵 夾在安全帽聽音樂 然後突然想說 奇怪 我要答給我媽很重要的事 然後找不到手機 我想說手機是不是 就是掉到地上了 然後我還騎車繞回去 從剛剛比如說七段繞到二段 找 我都找不到 後來才發現 音樂怎麼還在放 在這裡 啊 啊 是覺得很常而已 真的 這有些太誇張了 妳這個要先注意 有時候我會啊 有時候你戴著眼鏡 然後再找眼鏡 有時候也會耶 真的 她真的是已經上了年紀的 才做的時候 戴著眼鏡她還是滑的 眼鏡在這邊的時候 那眼鏡呢 會是經常洗澡完出來啊 然後穿著內褲 找內褲啊 因為我內褲比較緊 然後就是真的貼身到 我不知道已經穿上內褲了 太舒適了對不對 真的啊 我沒有騙人 因為我... 因為我最近換三角了 我以前穿四角 我不想要知道 不想要知道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的 不想聽 好 畢桃阿姨 十七下 我的嗜好是看電視啊 我們都知道 那煮菜不是我的嗜好 煮菜 所以我都煮一半好 我就跑去看... 客廳看電視 這很危險耶 後來就聞到燒焦味道 常常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到一招喔 我就用... 本來火關小一點 後來就燒焦 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沒有菜是生的... 沒有菜是生的 沒有那麼嚴重了 還有喔 我有幾間房子租人家喔 有幾間耶 不是啊 常常逛進去收房租 好小心 那阿姨告訴我在哪裡 我明天就先收房租 對啊 後來我就想... 也是想到一招我就說 我就把那個號碼都... 那個化波號碼都寫給他們 我說... 叫他們自己護... 對 叫他們自己護... 沒有準水壺喔 我就不... 下...下學期不住了 就... 就這樣子 還好所以... 17項 17項也算多耶 不多不少 不多不少 好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17項是什麼樣的狀況 來... 真真15項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不是應該要20項嗎 沒有... 像我一直以來東西都是記不住 只是最近怎麼好像覺得越來越嚴重啊 像比較瞎的就是我把車停在停車場 然後又去找車 奇怪我的車呢 為什麼我的停車格是別人的車 然後就很緊張啊 胖胖胖一直找一直找 繞來繞去像無頭蒼蠅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罵 哪個豬頭偷我車啊 怎麼辦啊 車不見了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走... 後來遮騰了半天在別處找到 我忘記你停在哪裡了 對 完全想不起來了 然後雨傘掉了一百多把了吧 就是有時候只要外面 外面要插傘的還是什麼的 只要一出來 我怎麼在淋雨傘又忘了 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要請教一下 我們兩位專業的醫師 到底健忘跟 早摔獅子之間的關聯性性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給她請問他醫師 她是有程度性的 越來越進展 越來越嚴重 是不是 好 等一下 來請教一下兩位專家 這是我女兒提醒我的 她們每次就想說 妳這個是已經提醒過我了 妳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就請我唷叨 就是重複 就是我很傷腦筋這個部分 對 這是媽媽的特質 這是媽媽的天性 媽媽的失憶症 我已經都準備好要講的內容 輸我一Q我喔 我突然就腦筋一片扣白 不知道如何表達 所以我覺得這很糟糕耶 不過為什麼我先生的毛病 我就記得特別清楚啊 我們等一下要請教一下 我們兩位專業的醫師 到底健忘跟 早摔獅子之間的關聯性 我不要啊 她是有程度性的 她越來越進展 越來越嚴重 等一下要來請教一下兩位專家 來 邵醫師十項 是我小朋友提醒我的 兩個女兒 我常常把她同學的名字 把這個姓灌到那個名字後面 就這樣顛倒 她每次說 妳不要把我同學的名字記錯好不好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已經很用力去記的了 然後還有就是 第七項跟第十四項呢 其實這是我覺得問題滿相同的 也是我女兒提醒我的 她們每次就想說 妳這個事情提醒過我了 妳不要再講喔 好多好聽 提醒我撈刀 就是重複 就是我很傷腦筋這個部分 對 這是媽媽的貼心 媽媽的失憶症 對 好 所以十項 還可以啦 感覺上 來 再來 曉會媽媽是七項 對 我年輕的時候 超會計數字的 我的頭腦像那種電腦一樣 非常的... 心得不得了 像親友的電話啦 或者是 在工作上需要打電話的公司行號 我只要一想到 我就馬上就叭叭叭 我就會打出來 可是我現在 我就沒有辦法寄電話號碼 後來我又覺得說 我來上這個 健康好簡單這個節目 我已經都準備好要講的內容 輸了一Q我 我突然就腦筋一片空白 不知道如何表達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糟糕耶 不過為什麼 我新生的毛病 我就記得特別清楚 這叫情況解 不知道 好 選擇性沒錯 對... 選擇性意外跟選擇性意外 其實真的每個人 多多少都會遇到 以上的幾項的問題 巨良五項 我發現每次做測驗 巨良跟曉會媽媽 分數都很漂亮 對 跟巨良特別漂亮 但是我相信一句話 人大胎 狗大笨 包子大 我說吧 我說沒有影射... 這個意思是 因為我身高180 體重快80 所以我是指我而言 像我年輕的時候 70年 80年 我喜歡寫綱筆 我有字不錯 所以以前的派克啊 白金牌啊都很OK 可是每次去事工所要升起 什麼建物騰本啊 地級騰本 寫一寫就放在那邊 寫一支掉一支 寫一支 從800塊到1萬塊不等 那最近幾年是掉眼鏡 像上個禮拜 我來這邊錄影啊 換證 就身分證交給他了 皮夾... 皮夾你放在桌上就... 好慘喔 好慘喔 雖然是5分 可是也滿慘的喔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分數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我們來看這個評分表 好 我們先來看看 符合0到5項的 正常 0到5項是正常 有... 有... 正常在拍那裡 正常在拍那裡 好 這個 偶爾有些所思想不起來 只是輕微的... 極輕微的記憶力減退 沒有必要浪費時間 來擔心這些問題 好 6分到14分的呢 輕微的健忘症 很多懷疑自己得了嚴重健忘症的人 大多數處於這個階段 輕微的健忘症 多數人都有 不必有太大的心理壓力 但是要注意調整 戒菸酒補充維生素 好咧 15到20項的 那就嚴重了啦 好 嚴重的健忘症 好 請問Fita阿姨啦 褲炫啦 真真啦 立刻找專家問診 對 好 尋找恰當方法治療 好 來 吳醫師 有發現剛剛那個 我們的大朋友 小朋友 都有問題 但是感覺上 其實我也覺得 我常常吊載 就是我重要的事情 比較不會忘記 也就是我們的注意力 可能都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像剛剛畢桃老 畢桃那個姐 她都是... 她的注意力在電視 所以她的煮飯她就... 菜都忘記了 菜都忘記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那個喬慧可能 你年輕的時候 你的那個記憶力很好 現在也是很好 因為你可以知道 你哪裡不好 你會去做一個處理的方法 只有酷炫 這麼年紀這麼輕 我們就會懷疑說 那她腎氣是不是有一點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要補腎氣啊 來 我覺得是要重新format她的 然後... 大家 都有玩過電腦嗎 有 對不對 電腦都有一個叫做 儲存的硬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記憶體嘛 對不對 好了那個 事實上我們為什麼會有記憶 就是一定會學了這個東西 你看我們小時候念書啦 念詩啦 或什麼 就學了 然後把它編碼 編好 12345678910 所以我們對很多這種條列式的東西 記得特別清楚 那我們就把它存在腦袋瓜裡面 那存在腦袋瓜裡面呢 還要把它分門別類的這樣弄好 然後呢 然後等到你在用的時候 再把它retrieve 叫出來 對不對 我們在電腦的時候 不是搜尋 然後把它叫出來 那過一段時間呢 電腦如果容量太滿了 太大了 我們還要把它敲除掉一些 免得那個空間不夠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它周而復始的 讓有新東西進來 該知道的地方在哪裡 有的是短期的 有的是長期的 有的是急性的 有的是慢性的 有些是想要知道的 有些是恨得不想要知道 但是你還是知道在哪裡 你看你最恨的一個 最恨的一個人是誰 在戀愛的過程中 你一定還記得點點滴滴 對不對 拋棄我們的那一個 不管是你最喜歡的 不管你是最喜歡的 或是最討厭的 你都記得他的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他事實上沒有什麼偏好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想 還不要去編他 那事實上這中間的出了過程中 不管你是受了外傷 或者是中了風 或是等等等等 任何原因把這個過程搞問題 搞出問題來的 就造成失憶了 所以你可以看 從來沒有一個人說 都不會忘忘記 但是多多少少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 但是越多就代表這個什麼 你這個步驟就越來越出了問題 就表示你要可能 尤其是到了最後 如果是15項 20項的話 可能影響了什麼 日常生活 像畢桃阿姨的那個 房子也燒起來了 然後酷炫的已經不知道流浪在那個街頭 對不對 很多老人家為什麼出去了之後 就回不了家了 失智症呢 對啊 所以我們這樣問說 這個健忘症 跟失智症到底有什麼關係 它是從剛開始的一點點... 本來只是一些古早 不重要的事情你會忘記 可是當你這個忘記 忘到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作息 跟你的起居飲食有關係的話 這就開始變成失智了 甚至到最後沒有辦法 打理自己的生活了 我們就說... 這就忘記了 對... 他連他的自己是誰 或者是兒子是誰 就不知道 所以你看 剛開始你說你忘了別人的電話 沒有關係啊 他不打來我也不打去 對不對 可是等到你說要吃飯 應該不知道怎麼吃 或是菜擺在哪裡都不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就開始有問題了 沒有 有的時候是 你會發現20歲的時候 是我們的記憶的一個巔峰 高峰期 那所以酷炫這個時候發生記憶 照理來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所以我們會懷疑說 你可能是在某一些狀況 那有一些是已經 像我們以前住鄉下 那個阿公八九十歲 你知道有時候吃飽 就看他已經吃飽在那邊磕牙 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阿公你吃肉 哪有 還沒啊 還沒吃 他沒有吃的飯了 沒有 他連吃飯都會忘記 就已經吃光吃過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了解一下 到底健忘症喔 有哪一些的類型 好 健忘症的類型呢 原來還有這麼多種啊 一種叫前瞻性的健忘症 回溯性的健忘症 酒精濫用的健忘症 外傷性的健忘症 嬰兒或兒童型的健忘症 酷炫是不是 嬰兒痴癢 不是 酷炫是 全時期的健忘症 不管是嬰兒 幼兒 少兒 少兒 什麼青少年 全部都旺旺旺旺的 而且我發現我很容易就是分心 然後注意力都沒辦法集中 我覺得這可能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練生氣質的問題啊 你在念書的時候 你這樣專心不了的時候 你的功課一定不大好吧 所以我都要一直靠用寫的啊 或是圖 不是 一定是靠著那個寫在桌面上的 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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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 人家沒有說桌壁 他是說... 沒有...我沒有說桌壁 我是指著寫兩次 先寫兩次嘛 親人捕捉啊 就是寫兩次 先在桌面上寫字 然後再在考驗上寫字 好壞字 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常講的親人捕捉 對不對 那潛在性的健忘症是什麼啊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 很多人在電視上常演嘛 突然受到一個打擊啦 被一個車禍撞完了之後 突然他對這個車禍之後的事情 他都記不住了 然後又再一次車禍 他又都想起來了 對... 這個就很好玩 如果我們今天說是一個 大的事件 不管是車禍啦 受傷啦 或者是女朋友不要你啦等等... 受了一個重大的身心的打擊之後 那從今天開始 明天 後天 大後天的事情都忘掉了 這就表示他沒有辦法 打理自己生活 這就叫做前瞻性的 那也有一些人叫做順行性的 就是說從這件事件之後 他所有的健忘都開始出來了 對不對 就變成癡癡呆呆 為什麼會在路上 好像無魂的那個... 那個孤祖遊魂一樣 這樣走來走去 撕裂 有人一撕裂完了之後 就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茶不思 飯不飲 對不對 事情也不能做了 辦公也不能上了 就一直在想 我被拋棄啊什麼的 對...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他可能生活就出了問題了 搞不好走在馬路上 本來我們會看到 紅綠燈說要停 可是他不知道停 搞不好就出車 這個叫四星風 四星風 對...所以這個...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中醫 那一頭阿姨還終於又記起來了 不是 就是我們中醫講的這個心呢 他還是主這個神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跟你...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 如果四星風 其實就是我們那個... 神島 就是... 心神... 魂魄不見 對 心神魯靈 就七...這個神魄 那前瞻性的地方 真的是比較常見的嗎 現在有誰還記得小學旁邊坐的 那個同學叫什麼名字或什麼 對 有的人記得對不對 對啊 但是有的人你看 就徹底的忘掉了對不對 隔壁那個住的是... 不是隔壁 不是啦 他是全校 第一名 對 都第一名 你一定很氣 為什麼每次都沒贏過他 對 所以我就... 這是由恨生愛的 這個典型的錄像 那個心呢 他還是主這個神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跟你...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 如果四星風 其實就是我們那個... 神島 就是... 魂魄不見 魂魄 魂魄不見 這個神魄 那前瞻性的地方 真的是比較常見的嗎 也不一定 很多人都是怎麼樣 這個打擊之後 他不想記的事情 不記得的 之前的事情 這是回溯性的 對不對 他之後的都還記得 你叫他吃飯他還會 可是你問他說 三個禮拜前 有沒有什麼事情 三個月前 或是三年前 或是本來有一個很值得記憶的事情 可是他完全忘記 所以他什麼 他很故意把那一段時間 都把它忽略掉 所以這叫做回溯性 在這個事件之前的 因為他可能要避免或逃避或等等... 他就忘掉 這也是電視上常演的 選擇性的遺忘 遺忘 一受打擊之後 他本來有婚... 他本來有婚約嘛 對... 然後後來這個遺忘記之後 他又再跟另外的女生談戀愛 對不對 爸爸的名字也不記得啊 女朋友的名字也不記得啊 對不對 本來那個女朋友的名字 一叫你應該就... 就馬上醒來了對不對 結果他什麼都忘了 這就是說回溯了 這為什麼呢 可能是他是不是那一段 是對他造成的這個一些的影響 所以他有時刻意 或是不刻意的把它遺忘了 或者是跑到他的潛意識裡面 他根本就是... 他真的有記住 可是都已經跑到潛意識 所以他沒有去叫醒他 可能就一直都是不會忘了 一直在那個裡面 不會是記住 對 好像按那個抵禮鍵就全部都不記得 對...這就是像按電腦 清除 電腦還會再問你確定要清除嗎 你有確定 確定 會不會好 不會 不一定 我們現在不是有很多救硬碟 把硬碟救過來 這也是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把這個結給打開了 他搞不好又回來了 那很痛苦 所以連續劇編的 因為不是都是這樣嗎 到最後還是都想起來了 再一次車禍又全部進去 OK 好 還有一種是酒精濫用的健忘醉 這個比較容易兩件 對 這應該是酒精 造成我們的神經的病變了 因為我們知道 酒精之後它會造成細胞 一些神經細胞的壞死或缺氧等等 那這個就很常見 為什麼 到了喝酒喝到成癮之後 或出了疾病之後 手不知也是抖嗎 然後步伐也不穩啊 記憶都喪失了 就是酒精濫用的 但是從這邊我們從臨床我記得 並不是只有酒精喔 還有那個安非他命 對 很多毒品 所以物質濫用不是酒精 包括其他的毒品啊 或者是其他的藥物都可以造成 是 好 還有就是外傷性的健忘症 這個很常見啦 車禍一撞 對不對 腦震盪 或者是從樓上掉下來 或者是被人家從後面打了一點 然後就都汪汪了 像這種外傷性的健忘症 他恢復記憶的機率 這個就是看我們 那個腦部受傷害的程度 他的程度 有時候他慢慢 他那時候是因為缺血啊 或是壞死啦 等等等等 那照理來 本來以前我們認為都 腦細胞是沒有辦法再生的 現在覺得還是可以 像我們用了一些高壓氧的治療啦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治療啊 等等等等 還是可以再把它救回來 就是現在講了很多的 叫做再生的醫學等等 讓他這個老細胞可以再回復起來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有時候他會在休息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中醫內用那個活血化醫的 然後一些補腎器的 就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五臟六腑是存在一個 各自都存一個神 那這些神有時候是在休息 各有一個元神 元神在那裡 那你要把它養起來了 你比如說脾胃啦 或者該睡覺的時候 那有時候這些外傷性的 他會...會頭痛 常常因為那個頭痛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記住 有時候會有一些口頭上的一個 就是攻擊 跟你吵架啦 或者是會打你啊這些的 有時候會出來 這個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外傷性的時候 有一些血塊 他壓在了...壓到的神經細胞 造成了異常的放電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頭部外傷的病人 他可能會顛肩啊 會抽搐 或者是影響 那這全部就是要看他這個細胞受損的 腦部細胞受損的部位 跟他的嚴重度 然後剛剛為什麼講說可以再回復 就是說我們可能讓他的血塊吸收了 或是腦細胞再生了 所以就慢慢慢慢又好 但是有時候是因為這種受到大的打擊 是他就有點也... 譬如說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 潛意識會不會也是想要 對...他譬如說他是想要制裁 他就故意跳下去 他是不是本來就也要想要 忘掉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會造成他 兩個加重的這個... 造成失憶的情形這樣 所以我們用一個那些活血化 讓這些神趕快恢復起來 有時候這個部分的一些血塊 或者是痰靈 我們終於講就是 組織上的一些不通血分 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終於還是可以幫上忙 如果說他已經在 後面的緩和期的這個 你會發現 有些漸漸的進步 至少眼睛不會這樣亂飄 或者頭腸亂痛 好 還有一種是嬰兒或兒童型的健忘症 這個就是滿好 專門在嬰兒期的時候 對... 這個是滿好玩的 我們看不出來他見不見忘 對 事實上 他不是在嬰兒期的時候 是等到他長大了之後 他還記得不記得 他嬰兒期或兒童 可是我都忘記了 對 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現在有誰還記得 小學旁邊坐的那個同學 叫什麼名字或什麼 有的人記得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你看 就徹底的忘掉了 對不對 你看 我從小一到... 我從小一到小六的同學 我都...大概都忘光了 可是我姐夫就很厲害喔 他小學一年級的 二年級的 三年級的 班長 副班長 什麼鼓掌 什麼...誰坐在那裡 完全記得 太誇張了 對 這就是滿奇怪的 那大家覺得就是說 嬰兒時期或兒童時期 這第一個一方面 他是離我們比較久遠的 這一個記憶 那照理來講 這一些是比較不常用的 應該慢慢要歸到這個歷史的灰燼裡面 應該被他清除掉 那正常的是 應該是慢慢慢慢掉 但是有些人不是 他是完全在嬰兒時期 或小朋友時期 兒童時期 他的記憶都不存在 那當然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特殊的 譬如說他嬰兒時期 兒童時期 有一些暴力啦 或是家暴啦 或是性侵啊 或是等等等等 他會把他刻意的遺忘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就特別記住 因為我隔壁那個住的是... 不是隔壁 帥哥 不是啦 他是全校 第一名 對 都第一名 你一定很氣 為什麼每次都沒贏過他 對 所以我就... 這是由恨生愛的 這個典型的例子 對 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恨或是愛 你就刻意的把兒童或青少年 那一段時期的記憶忘掉了 這個是這個 這個... 但是他對你影響大不大 沒影響 對 一點都沒影響嘛 對不對 但是他們是說 如果我們要看你有沒有其他的精神方面的一些的疾病的時候 這一段期間是 因為這是我們在生長發育最重要的一段期間 它一定代表的某一種的含義表示說 你是不是有受到壓抑啦 或是受到影響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看的這個 好 然後再來一種是暫時性的健忘症 對了 沒錯 你看這很多東西都是暫時性的 對不對 忘了要死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人出不了家門的耶 對啊 一會兒那個怕瓦斯沒關 就進去看一下 一會兒怕燈沒關 就進去看一下 一會兒怕這個插頭沒...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暫時性的 或是這個... 它不是永久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滿好玩的 來 丁剛 你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醫生 那個健忘症跟選擇性記憶有關係嗎 然後快速的那個熱量的提供 所以事實上我們... 我們曾經講過 如果早上都不吃早餐的 事實上對記憶是比較不好的 那大家同學之間也有盛傳一件事情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那個... 只要到期中考期末考的時候 每個人都喜歡吃巧克力糖啊 那麼吃 來 丁剛 你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醫生 那個健忘症跟選擇性記憶有關係嗎 健忘症它是沒有刻意去挑你記不記得 對不對 但是你選擇性健忘...遺忘是你 偏偏要故意去忘掉它的 那個一定都是有一些故事在後面的 不管是潛意識或者是無意識裡面 你就不想要去回憶它的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去把它delete掉 就是我就是不要記它 一直...一直否定它等等... 但是一般來講我們的健忘 它不會去很... 除非你是專門的某一個時間的 那一般來講它沒有辦法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忘掉 你一年前的哪一天的哪一個月的 哪一個日的什麼事情 不可能 有可能 不可能 記不起來吧 對不對 除非那天是誰生日 除非那天很重要 都發生什麼特殊的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刻意的記它 也不可能刻意的不記它 小布你記了什麼最清楚 就是愛情什麼都記得很清楚 對 愛情的要脫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怎麼樣去預防健忘症 既然很多人都會面臨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預防健忘症的方法 來 消除干擾記憶的因素 是什麼 像有時候睡不夠啦 或者是其他的太累啦 太疲倦啦 或者是你呼倫吞著 有時候記太多東西等等... 反正因為記憶其實還是滿重要的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就是說 有一些記憶的方法 對不對 有人是說聲音相同的 對不對 有人數字相同的 或者是 你又有自己要去創造一些想法 像我...你想 我要是在念書的時候 旁邊呢 要是有一直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不能專心 我就... 可是我又不能叫人家不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把門關起來啊 然後不然用個耳罩啊 這樣子 所以自己去想辦法 對...這個就講得很好了 有人在念書的時候要一直轉筆 才會記得 可是我聽他在轉 對...有人一轉筆 他的心就跟那個筆走了 對不對 同樣記憶也是這樣 有人要聽音樂的時候 才可以看書 他覺得才會更專心 因為那個音樂 把其他的雜音給排除掉 可是有的人是一定要聽音樂 他才唸得下 對... 所以就是說 每個人呢 那個干擾你記憶的東西 不大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找到 找到 你才會專心 所以你的那個這個部分的記憶才會提高 好 來 再來是利用提示的方法 例如寫一些小筆記啊 memo啦 對... 然後我都聽他聽完後來問 就看到他視而不見 這樣 所以要對好用的啦 事實上 我們大概過了30歲之後 開始 忘東忘西的機會就是增加了 對不對 不管你到菜市場去買菜 或者是小孩子叫你做的事情 你大概都忘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寫下來 像剛才喬惠阿姨就說 你不管去菜市場或去哪裡 你就把它全部都listing出來 我現在都是科學一點 我用那個智慧型手機 然後它可以訂 什麼時間叫你 這個就最怕什麼 電突然沒來 那全部腦袋挖就一片空白 所以我還是覺得用最笨的方法 你今天... 寫下來 今天要做什麼 就是早上全部寫下來 然後你就去一個一個打勾 那也是最笨的一個方法 我就是做那個行事例 那還有就是有時候我會... 就是說 如果隔壁或者偉先生 我說我幾點要幹嘛 你記得叫我這樣 我把整天給他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會 記住別人的那個幹嘛的 這種人就變成... 他是你的小秘書的啦 結果這樣更慘 因為自己的腦袋挖都不記了 以後就一點都不用了 不會啦 因為我可能譬如說我在看診 這個事情我就要專心 我怕會看到過去的 等一下就忘記了這樣 所以說我就會 請我的護士啊 或者是這個時間要提醒我一下 那大部分會... 我還有時候不放心 我就...我先生也提醒你 然後再跟那個護士講一下這樣子 就不會忘記 就雙重的提醒嘛 對... 好 來 再來就是 要善於處理跟分析外來的訊息 這個剛剛其實我講得很重要 我們學習完了之後 還要怎麼把它編碼對不對 讓它比較儲存到 該儲存的地方 你這個時候就比較叫得快了 那一樣的就是說 你資訊都進來了 對不對 車子要有輪胎 要有什麼等等... 你把所有的東西 有的是整合式的 有的是分散式的 要怎樣把資訊歸納到適當的地方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事 而且對於這個善於處理 我是覺得 譬如說我們在念書的老師呢 在上課 那你很專心的聽完以後 你就要趕快把你的心得或什麼 列上去 寫好以後 你回去再呼吸一遍 你這個記憶就會馬上啊 很容易從這個短期記憶會 跑到我們的這個長期記憶裡面 然後再進行 比如說我們有小考啊 期中考 期末考 這個都在增加我們的這個記憶 所以你呢 剛開始接手的時候 就要把它記好 分析好 不然到時候滷滄滄 你根本就不想念了 是 好 再來多吃低脂的食品 為什麼要指出低脂呢 其實事實上這樣 腦部的那個能量來源 大概都是糖或是碳水化物 因為它是需要快速的這個 熱量的提供 所以事實上我們曾經講過 如果 那事實上對記憶是比較不好的 那大家同學之間也有盛傳一件事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那個只要到期中考 期末考的時候 每個人都喜歡吃巧克力糖啊 蜘蛛的 因為這個大家不要忘了 你看看 我們如果低血糖的時候 是不是一下就昏了 對 所以它腦部的它運用的這個血糖 是比較需要這個 也就是說血糖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吃東西呢 澱粉啦 或者是糖果 它很多都產生我們的葡萄糖 那我們腦袋瓜 需要這些葡萄糖 對 所以你發現你沒吃飯 就是好像那個電池沒電一樣 對 那至於這個低脂 就是說 當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血管 還有我們的通透度 血液裡面 如果你很黏 膽固醇高 三甘油脂高 它整個活動力會下降 對不對 我剛剛提到我們中醫有一個理論 就是 痰瘀 然後這是血凝 或者是痰瘀血瘀 這些氣質的東西 就會阻礙你這些能量的一個傳遞 所以吃一些低脂的食物 或者是我們說的澱粉的 或者是血糖 會讓它增高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你的情緒跟記憶力 暫時好一點 所以最主要是 對於那種暫時性的 要趕快把記憶提高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有幫助的 對 同樣就是因為 如果你吃了高脂的食物的時候 它的能量不會到腦部 第二個又造成血管的硬化 兩個都不好 所以就變得更差了 所以就腦頓頓那種 所以絕對不是說吃了脂肪的食物 會耳沖目眠 不可能 所以它兩個壞處都有了 所以就不好 就吃低脂的 好 再來保持良好的情緒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多進行腦力活動 定期檢查血壓 充足的睡眠 那以下有沒有要補充的 事實上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有啊 為什麼沒有啊 我們每天吃龍眼 也不會唸得比較出名啊 它又叫抑制肉啊 真的嗎 也叫抑制肉啊 長智慧喔 長智慧啊 因為它要...它是什麼 它可以健脾養血 請問你沒有血... 它可以養血對不對 對 你沒有血糖 這個血怎麼上來啊 它是讓你血流比較好一點 再來保持良好的情緒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多進行腦力活動 定期檢查血壓 充足的睡眠 那以下有沒有要補充的 事實上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腦部是可以訓練的 那最怕就怕剛剛講的 妳什麼事都給了別人 不過都不記了 那妳就沒有辦法編排了 其實我們現代人 真的很仰賴那個電腦 我們就把很多事情都放在上面 然後突然找不到你就找不到了 因為現在我腦筋裡面 電話號碼我只記著兩個人 可是我小時候好像記好多喔 現在只記了兩個人 對 都沒有訓練 沒錯 不過妳還不錯 還記得自己 很多人連自己的電話都不記得 因為妳從來沒用它 對不對 所以 可是我們只要告訴人家 我們的電話啊 對 所以妳看我的手機 所以妳看我的手機 後面還把自己的號碼寫起來 好厲害啊 好老派喔 對不對 這個才是最重要 沒錯 因為妳沒有用自己 沒有啊 妳的手機裡面有個設定欄 不一定是每次都用到它 對 所以我們就要幫助我們自己 去提醒很多事情 對...所以我剛才講是 不但要用它 而且還要適當的把一些 舊的把它去除掉 對 至於這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就是 我是這裡有個體會 我們有時候 病人來看診的時候 那他呢 常常是因為他的記憶力健忘 那或者是說記憶力不好 那就要考試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發現 他呢 晚上呢 念書念到半夜四五點才睡覺 然後呢 睡到隔天 到了十點十一點 那就考試 會考得贏人家嗎 這個記憶力絕對不會好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還要跟他講 你除了呢 我們有一些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記憶的一些 藥材啦或者食料之外 你要把你的生活習慣改一改 因為你的考試從來不會在半夜考 也不會在中午考 對 都是早上八點考 所以你要把你的生活做行動正常一點 生活習慣 就是配合你平常的這種記憶的這個狀況 你那時候起床就會那個記憶 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有同學喜歡熬夜嘛 熬到五六點了再命一下 大概去考試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考得好的成績 為什麼 因為你的... 你的腦不管是腦的用量 或是他還是有一定的 你一直熬到五六點的時候 他可能也記不下東西 是 好 那麼接下來就請這個吳醫師呢 給我們帶來一道 可以增強我們記憶力的茶飲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要增強我們自己的記憶力呢 吳醫師帶來的這道飲品叫做 檔森益字飲 那這個檔森益字飲呢就是很簡單 其實它就這樣六味藥材 那有補氣的 我們用這個檔森 因為怕有些人比較躁一點 那或者是說比較虛寒一點 我們用的就是中品 這種檔森 那這個如果滾得習慣 滾得那個比較久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像牛奶色這樣 比較稠一點 所以這個檔森常常會 我們做那個藥膳的時候 或者是做一些湯飲的時候 熬出來就是這樣 好像有點... 白白的 稠稠的 對 然後沒什麼味道 這個是說來沒有味道 又可以補氣的 然後一般的人都可以喝的 檔森 補氣 或是跟人森有什麼不同 檔森呢 它就比較一般就是說 它不會太補 然後也不會說不補 也就是說一般的人 在用的時候 比較溫和 對 然後也不會太皺 像高麗森啊 很多人不能吃嘛 吃了用上血壓高的 這個就會 對 一般人我們就是說的 比較平補的這樣 所以用茶飲當然希望說 一般人都可以喝 不會說 等一下用個高麗森 等一下那個高血壓的人 也不知道自己不能喝 都來看門診 對 那不大好 是 好 所以這一般人可以喝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抑制人 他們名字就好抑制喔 對 看起來很像開心的 開心果 對 但是它是 這也是一個種子 對我們的補腎器呢 還有調理我們的荷爾蒙 還有呢 常常晚上呢 夜間會尿床的 吃這個也有幫助 OK 對膀胱這個部分 然後石昌浦 那這個石昌浦這個藥材呢 你就會發現它就長的 也是我們的樹皮樹根這樣子的 那它就是可以開翹 開什麼翹呢 耳翹啊 眼翹啊 鼻翹 人家說耳聰目鳴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 對啊 當然要給它開翹 你才會看得遠 聽得到 對不對 不然聽不到 你怎麼會記得清楚 對不對 耳不聰目鳴 耳不聰 對 然後呢 我們還要活血 血要進來 單身 就是用單身 然後血活上去 而且我們用的活血 我們你看 我今天不用當鬼 為什麼 也不會照 那這個單身呢 它有一個作用就是 它的作用呢 就是比較不會說 那麼的照之外呢 它有一點就是 攻堅飾物 它雖然像飾物一樣 可以補上去 可是它不會像飾物 這麼照熱 而且又可以活血 其實現在人用它呢 也用很多 又很平凡 對 它人就有很多 這個是我們的單身 這個看起來很可愛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遠至 這個字呢 剛好對應的就是聖 所以中醫來講 這個聖經呢 虧虛的時候 你就開始什麼 老化 你就記不住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遠至呢 對我們的這個話痰 所以對我們的痰癮啊 加上單身這種血淤的這個部分 就有一個幫助 所以很多的這個 幫助記憶裡面的 就有這個遠至 像孔聖者 裡面有這個遠至 這個 那龍眼總沒有什麼特別的嗎 有啊 為什麼沒有啊 我們每天吃龍眼 也不會變得比較聰明啊 龍眼肉 它又叫益智肉啊 真的嗎 你也叫益智肉啊 也就是說 長智慧喔 長智慧啊 因為它要...它是什麼 它可以健脾 養血 請問你沒有血 你沒有血糖 對 你沒有血糖 這個血怎麼上來啊 它是讓你血流比較好一點 比較喜歡比較好一點 你那個單身在推 什麼東西讓你推 當然要有血進來嘛 所以有血 有氣 這個單身 就是喝起來 血氣都活落了 血氣活落了 你才會什麼 這個能量就進來 眼睛就看得遠對不對 OK 頭腦就清楚了 頭腦清楚 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吃東西也很重要 是 好 我們就來 把它泡在一起煮嗎 還是泡就好了 我們當然就用 假如你要一次給它喝一杯的話 我們就用這五杯 五碗水給它燉成兩碗 早晚喝一杯 就是說記憶生的 像剛剛的那個褲炫 記憶裡太差了 對 我們決定這一壺都給它來 對 我們等一下做一個實驗 喝完之後可不可以 從二十分變成實驗 對 當然不是 它這些茶飲都不是一天 你就會煎一下的 就是長期喝 只是因為它比較 感覺上呢 有點... 它是重症 有點初老 就是開始出現那早衰的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給它濃煎 那如果說我們一般的人 在預防的時候 我們就是什麼 一千CC 有些五碗水呢 把它煮個十五分鐘 當茶喝 然後還可以回沖 回沖再一次 所以早晚喝個兩千CC 這樣當茶喝 就夠了 對 好 那我們請兩位將家 我們來全都冰看 一起來喝喝看 大家乾杯吧 你有沒有發現我突然變聰明了 該記得都自己 乾杯 大家好 剛剛我是聽到馬聲耶 怎麼...不是那個什麼馬 那我們就最後請兩位先加 來給我們最後的丁寧 身份當中怎麼預防 見王正 好 那我想正常作息 規律的作息 還有均衡的飲食 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還要多用你的腦 這樣才可以讓它永遠永保年輕 這才是遠於那個失智的這個痛苦 健忘的痛苦 來 好 那除了我們那個 助主人說的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還要注意運動也很重要 可以讓我們自己的五臟六腑 都有氣又神 對不對 然後這個神能夠送到我們的腦袋瓜 那才會讓我們的這個健忘的情況 不要常常干擾我們的生活 好 謝謝聊天真佳 也謝謝關注音樂團 謝謝蔡玉子 謝謝關注音樂團 謝謝關注音樂說看 在這道理上的詳細的內容呢 配上台字的話 請選資訊網 網站是GW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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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蔡玉子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謝謝蔡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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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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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子